比较一下大陆地区的证券法和香港地区的证券及其国条例 就会知道香港地区的确实是法律制定的非常完美 而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给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参与图体提供一个相对健全的法律保障 并且是法律是在行政之时 就是毕竟是法律的行政之时分离的嘛 所以不会像某些情况下在行政权利的干预下引起了某些所谓的法律运行 另外香港的法律制度对于税收优惠 刚才我也提到的这也是非常大的好处 不仅仅是企业对于个人运势 比如说在个人获得股息回报的时候是没有这个费用的 第二方面呢 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金融港 能够为参与者提供一个资金安全的服务 并且是自由流动的 没有像大陆地区那样的外汇管制 所以资金的流动以及交易的安全将会得到更多的保障 第三方面呢 但是HTOTC选择的企业主要都是一些成长性創新型企业 其成长的权利是比较好的 而对于投资于这样非上市的成长性比较好的企业 包括但不限于使用法律手段对于侵害投资者权益的行为进行维促 最后我想讲一个主题就是关于挂牌与股权转让交易 以及交易 大体的挂牌流程 可以从图片的内容可以看到 HTOTC市场筹建包括两个区 一个是保健区 一个是保健区 一个是普通区 保健区针对一些相对处理规模的一些企业 进行融资挂牌交易 而普通区可能更多的是针对一些相对小的企业 基本的程序和流程可以从图中可以看到 先要申请然后审核通过 往往需要至少两三次审核 然后禁止调查 最终才能确定是否在HTOTC中能去挂牌 而禁止调查之后 融资难题之后 可以按照能序进行挂牌 刚才讲的是一些基本的形式 而对于某些大陆的企业来说 我们更不推荐是通过境外洪酬模式 还在香港回贷市场融资与报告 境外洪酬模式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 一个是我刚才也提到 税收优惠 企业税收优惠 桌子的税收也是优惠 没有任何税费 第二呢 是融资流活 大陆地区对于企业融资有诸多的限制 包括形式 包括服务人数 包括政府审核等等 而在香港及境外做这些融资活动 只要满足相关的公司法 证券法等要求即可 同时呢 通过服务模式 更加方便企业进一步 在更高级的资本市场进行上市 并且大大的节约成本 第二点就是关于HQOTC所采用的交易方式 交易模式 我们借鉴了NASDAQ的一些制度 同时也借鉴了NASDAQ的一些制度 但是又不完全等同于他们 因为毕竟NASDAQ已经从最初的柜台市场 逐渐发展成为今天为国际全世界的企业 现有NASDAQ的一些制度也不能可完全来照办 而NASDAQ市场它也是一个创业办法 但是它的制度在某些方面可能对于中国的企业并不完全适合 所以我们在交易制度方面采用了是 专家双向报价制度与投资者自报价制度相结合的复合交易制度 并且是两者不相排斥 因为从传承的专家制度 也或者说是做商制度 它是在专家报价的时候不允许投资者报价 而只能允许投资者被动的专家进行交易 这样的话 实际上是增加了交易者的交易成本 而且实际上也把一些风性转嫁给交易者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是做了一下修订 就是专家报价与投资者报价相排斥 专家报价的优势就是 第一维持市场的流动性 维持市场的稳定发展 第二就是对于股权的合理定向 防止和避免一些炒作 一些操作市场的行为 而投资者的资报价 可以直接的资报价 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并且也是降低了一些变现的风险 流动性风险 这是交易方面 具体的交易 我们拥有自主研发的交易系统 当然这个交易系统 是在Extra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改善 因为毕竟我们的交易系统不同 其他的交易场合都不一样 所以比如说我这是昨天 剪取了几个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 进行的一些交易的情况 可以看清楚 比如说我们 这是一个 这不是庄家的页面 这是一个普通投资者的页面 有交易资格的投资者方面 他可以通过 这种选择股权代码 或者股权名称 然后进行买入或卖出股权 这样一个方式 买入卖出车单 这些都是跟其他的交易软件 比较类似 另外在爆价方面显示的时候 我当时是为了做出一个特殊的测试 就是看同时显示的庄家和投资者 自报价的会有什么效果 所以就做出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测试 其中分为组盘和复盘 组盘是针对庄家报价 和优于庄家报价的投资者自报价的一些股权 而复盘是针对其他的报价 所以说我们这个市场 主要财长的交易方式就是 报价交易 而相应的成交均线 也会突破市场的交易软件 进行查询 所以以上就是我今天为大家回报的内容 我相信在一个诚信的公正的 并且充满了服务和供应状态下的教育市场 一定会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 开花结果 并且为企业为投资者带来最大的福利 我的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刘彤明先生的提供演讲 谢谢大家